南市東山區這是重要的營營山區 因為營營火比一般的火香開更多 所以也吸引很多香來吃火 當地有賣接這個芝香的地方 其中有一位香農詹成林 他在保留傳統的芝香的方式 特別是他還利用營營茶來鑽鑽 吸引野生的芝香住在裡面 讓當地的客廠方便觀察不一樣拼見香的生態 南市東山區剛才是林金的新山地 芝香形態在當地也是重要的農産 就有一位香農詹成林在他的香風 又保留傳統芝香的方式 過去古早人就芝香抓到以後 就能放在這個地底裡裡 並掛在家裡 這是我們早期,我們當山這裡早期 我們都是經營業的地方 所以早期這裡有很多芝香 我們在地這裡都是芝香的芝香 有這種方式的芝香 大概我六祖的時候 都去芝香拿來放大魚的廚牆上 要用這個芝香做起來 然後旁邊包起來 然後做一個那個 慢慢給飼養 讓我們在地的芝香 所以這是古早的芝香的方式 就是用這種的 釣在廚牆 代表是 香農专程人 又利用在地林荫草 从厨房来镇康 民众它搭起来 让亚细的味香 可以带你去 它搭着的味香饭档里面 借到不尽的桌上 可以观察到 其他品种味香的心态 这是一般我们 製作的银行或是来自 我们每天都把它收起来 或是我们把这些银行茶 或是来自茶给他们做会 一般農民都是台湾 都是要贴茶的 因为我是吃香的人 所以我对香的部分 不知道我们这般的 意大利风传以外 我们生活当中的台湾 在里面有很多种银行银行 也比如说木风 还是土居风 还是蜿蜂 他们都来说 我来在我们很幼稚的住宅 里面挣一些空 让这些银行来拓 让我们现在说 让我们土地上的生物 更多样性 让它有一个自然生态 让它多叫七夕的所在 银行专程人 他也跟东山在地好好来合作 来专业核心高胖 来观察 不敢不正 味胖的心态 就此来了解 东西家庄的生涯文化 接着中会东山菇彩虹报的 接着中会 接着中会 谢谢观看